夜间空袭警报响彻云霄 以色列民众抬头一看 空中又出现举红火球 台拉维夫在当地26号凌晨 再度拦截一枚飞弹 但这次可不是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 而是夜门胡塞组织 也就是说夜门武装团体 不只从去年11月以来 持续支持加萨巴勒斯坦人之外 如今随着以离跨境交火加剧 胡塞也加入战局空袭台拉维夫 至于乙军和真主党之间的互轰 乙方声称在对贝鲁特的攻击中 又击毙一名真主党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苏勒尔 事后真主党也证实却有歧视 而这是一周内乙军对真主党指挥官的第四度攻击 以色列空军指挥官更强调 已经做好准备入侵黎巴嫩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